大家好,我是罗宾大叔,今天是2018年5月7日,我们继续更新,先看妇美生子。 前段时间罗宾大叔介绍了一下,简要介绍了一下作为另一个落地国籍的国家,加拿大的一些简要的情况。 那有很多网友和会员对此也比较感兴趣,希望罗宾大叔能更多地介绍一些关于加拿大这个枫叶之国的具体的情况。 那就应大家的要求,罗宾大叔今天就来继续介绍一下。 那加拿大大家可能也都比较熟悉了,可能或多或少也都有一些亲戚或者朋友在加拿大留学或者生活。 这个国家呢是在美国的北面,也是一个较为发达的国家,国土面积广阔,但是人口呢没有美国这么多。 对于这样一个国家,它是风景优美,经济发达,然后人文经济各种各样的条件其实也都是相当的不错。 但是因为呢在老达哥美国旁边,它的光辉呢就被遮掩了不少。 对于加拿大大家的了解可能不是太多,主要的相较于美国,它可能有一个优点比较为大家所知,就是加拿大的福利比美国要好。 可能各种各样的渠道当中,大家都会听到吐槽,就说美国是发达国家当中唯一一个不是全民医保的国家,然后它的各种福利也都不是特别的好。 它是一个鼓励奋斗立国的这么一个国家。那相对的,加拿大这个国家呢,大家都传说它的福利非常好,对于这个老年人,对于这个残疾人,对于低收入者,都有各种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 那今天罗宾就大致地将加拿大的这样一些社会福利来给大家理一下。 那如果对其中哪些点都比较感兴趣的,也可以来跟罗宾来联系,进行一下更详细的说明。 好,那现在就开始了。 加拿大呢,它是一个福利国家,它第一块呢,就是社会福利金。 先说一下,就加拿大的这些社会福利啊,补贴啊,这些这个低收入补贴啊,退税啊,这个医疗啊,它是分省的。 就是说各个省都有一些不同的政策和规定。 那加拿大呢,一共有十个省和三个地区,大家可以理解成十三个省。 它们各自有各自的福利,但大致方向上都是差不多的。 第一块呢,就是社会福利,它就是保证加拿大人能够有一个基本的这个生活的这个生活的水准,不至于因为你这个没有足够的收入或者索性就没有收入而落入这种赤贫的这样一种境地。 那一般来说呢,单身人士啊,每个月可以获得500到700家园的补助,如果你是符合这个低收入或者失业人群的这样一个要求的话。 那三口之家呢,一般是可以拿到1100至1300家园的,但这个补贴或者这个补助呢,只能够维持一个比较低水准的一个生活。 如果是你一直没有工作,如果你是一直没有工作的话,那理论上说你是可以一直领下去的。 所以说有的时候啊,加拿大这种政策也是养贤汉的,怪不得有很多难民呢,都是要跑到加拿大去申请这个难民身份。 不过有一点啊,你这个新移民,就所谓新移民就是新拿了绿卡的这个移民人群,就是我们刚刚拿了绿卡,刚刚登陆,在前六个月呢,是不能申请这笔钱的。 OK,那还有失业金,那加拿大的公民或者绿卡持有者,就比如说像新移民,如果在一年当中连续工作了半年,那因为失业,患病或者生孩子等各种各样的情况呢,如果是不能继续工作的话,它是可以领到这笔失业补助的。 但是有一点要注意啊,它只能给你十个月,那罗宾这边的猜想可能是针对这种生育的妈妈这样的可能性高一点。 那一般是你这个以前的月薪收入的一半左右,它可以保证你这个生活不至于一下子生活无着,完全没有收入。 那还有一点,加拿大比较著名的就是它的医疗保险了,就是说加拿大是一个全民医保的国家,所谓全民医保呢,就是指你一般你所有的医疗方面的这些费用呢,都是免费的,除了两块。 一块是那个牙医,还有一块呢是眼科,这两块呢是这个要自费的。 那其他的费用包括医生的费用,住院的费用,手术的费用,以及其他一些的这个费用呢,都是全免费的,都是公共财政来支付。 那当然药品费用是要自己支付的啊,那如果是那个65岁以上的老人或者是领社会救济的,就是那些低收入人群,那药品的部分也是免费的。 那另外还有一块呢就是待薪休假,这个就不讲了,这个是针对于在加拿大长期工作,有稳定收入,稳定工作的人群的。 那还有养老金,养老金呢是指你如果是在加拿大生活了足够长的时间,然后到达了岁数,一般是到65岁以上,那可以领取这部分的养老金。 那还有一块大家可能听说的比较多的叫牛奶金,顾名思义啊,牛奶金就是给这个新生儿小孩子的一个补助的费用,大概是几百家元吧,两三百家元那样子。 那实际上它并不是一个给儿童喝牛奶的,只是一个补助,它没有写什么milk fee啊,或者说milk subsidiary啊之类的,是给小孩的一个补助。 理论上呢是在加拿大只要小孩一出生,到18岁以前呢都可以领取这份的收入,但是这部分的收入呢也是针对于低中低收入人群的。 如果你的收入是很高的话呢,那这部分补助就是不能享有了。 那还有一块呢就是针对小孩子的这个入托以及幼儿园的一个补助费用。 因为加拿大呢它是义务教育制,所谓义务教育呢是指就是从小学,初中高中这一部分,一般是从6岁到18岁,它是这个义务教学的,公立学校是不收费的。 那幼儿园阶段以及托儿阶段呢显然是不包括在其中的,一般来说呢,这就是用这个私立的幼儿园或者私立的托儿所来进行这部分的服务。 但是呢这个私立部分呢,它的一般的价格是比较贵的,有可能你低收入人群不一定能够承受。 如果你符合这样的中低收入人群,然后你再去申请的话呢,可以拿到大约每个月600到800加元的一个补助,可以补助你小孩子入托以及幼儿园的这个学费的费用。 所以这里可以看出,加拿大对于这个小孩子的关照是无畏不至的,从这个小孩子出生以后就有牛奶精,以及你这个入托,入园的费用,它都有补助。 可以看出对于小孩子啊,和美国一样,可以说是一个小孩的填堂。 OK,那还有就是买房上面,加拿大一般也都是商品房啊,就是说如果你需要自己自住的住房,可以去购买商品房,然后它的价格也不是特别贵。 当然最近这个价格被来自中国的大款们以及新移民们都炒高了,像温哥华,杜伦多这些大城市,价格也是涨得非常的厉害。 但是呢,大多数的这种渐发达地区,或者说非大城市地区,它的房价还是不是太贵的。 那如果你的实在收入太低的话呢,如果你是属于低收入人群,你可以去申请这个政府提供的这种政府房。 在香港这种叫公屋,在新加坡应该也是叫公屋吧,就是类似于这种政府的福利分房,或者说福利补助,提供你一部分的补助的费用,让你有一个房子可以住,不至于露宿街头成为流浪汉。 OK,那其他的还有一些费用就是在那个怀孕期间,怀孕生孩子期间,加拿大政府也会提供一定的津贴和补助,让你有这个额外的钱来保证一个健康的身体,生下一个健康的加拿大宝宝。 好,那这一块呢,就是简要的介绍了一下加拿大这样一个福利的政策和福利的一些明细以及金额。 那如果对于加拿大福利比较感兴趣的,或者有至于想去加拿大生孩子的听众朋友们呢,可以来联系罗宾获取详情。 那罗宾的联系方式呢,在屏幕的左上角和左下角。 那收听罗宾音频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呢,可以加罗宾的微信,罗宾的微信号呢,是82747970,82747970。 罗宾呢,可以为大家提供加拿大签证的代办服务,以及加拿大生子的一些咨询辅导服务。 另外呢,罗宾对于这个富美生子的城市签代办,以及美国签证的代办服务,也可以提供这个辅导和代办。 另外呢,对于富美生子,如果有需要咨询辅导的情况呢,也可以来联系罗宾,罗宾可以提供一个付费的咨询服务。 另外呢,罗宾还开通了另外一档播客节目,显卡日本,是一个日本资深自由行玩家的身份,来分享一下日本自由行深度游的一些体验和看法。 那欢迎大家订阅收听。现在罗宾的音频节目呢,在喜马拉雅、倾听FM,以及苹果的播客APP上面都有更新,欢迎大家订阅。 好了,那今天的显卡富美生子这期节目呢,就先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聊。